這個案子它並不代表說潛艦國造失敗 或者是海框桿的失敗 而是我們要圖顯出透過這7萬字的內容 在潛艦國造這個案子裡面 包括他的趙景和黃曙光 以及底下的海廠長廠長柳思衛 到郭錫等人利用這種機會 在私相授受甚至是涉嫌違法相關的事宜 而我們所謂的七大項目報告裡面 我現在跟各位介紹 因為這是從7萬字裡面 經由律師爬書出來 總總包括7個城市上有涉及違法的胎樣 那我現在來跟各位一一的做一個報告 首先第一點 它總共7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講的是什麼 第一個部分講的是說 對於從郭錫開始去 要求SI也就是持顧問持承號等人 作為自己的人頭 這是第一個部分 而相關的內文都在下面 而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他會透過所謂的 第二艘到第八艘的潛艦 而且在當時這個案子並沒有揭露 但是郭錫等人因為得到了 不知道是來自黃曙光 又或是柳思衛的提前告知 從預算項目實成內容都提前得知 而且利用類似圍標的方式 把這樣的一個資訊提供給持承號 而且要求持承號擔任自己的人頭 要求他的翻譯擔任人頭 而持承號在裡面底下擔任他的員工 而第三個部分 則是開始提及到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海廠長廠長 柳廠長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黃字的部分 包括在這個時間點上 他們提及到的時候 已經主動跟我聯繫說 下一個階段是誰負責 是柳思維負責 而各位因為他的錄音時間點 是從6月到一路到11月在2021年 而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柳思維以及黃曙光 並沒有開始執行到這個任務 所以他等於是提前知道這個資訊 並且提前將他跟 持承號也就是SI的持承號 告知這個訊息 甚至在第二段的時候 你可以清楚看到 郭錫要求說 你給我MOU 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他們要跳過原本的SI公司 要求持承號 自己在另籌團隊 然後用郭錫的人頭公司作為名義 把這些人通通納進來 而且會經過誰 總長 他會向總長報告這個案子 透過柳思維 透過黃曙光 報告這個案子 並且讓他自己可以得以 用自己公司的名義 施下潛艦國造 所謂的季協顧問這個大筆 通通在裡面有非常多的細節 包括你看下面還提到一段說 他現在在台船的辦公室 已經在整理了 講的是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黃曙光 本身還沒有接任這個案子 甚至是也還沒有到國安會擔任司委 但郭錫通通提前將這些資訊 提前掌握 並且他包括許多 在成立一些新團隊的內容 在裡面也都一一系數 而案情的一個關係人 最為重要的就是柳思維 柳思維他直接有跟 這個韓籍的顧問 也就是直上要會面 並且在會面內容 就是談到未來令酬公司之後 該如何合作的一個規劃 甚至他講 這個資料是一個資料 他在講什麼 他在講說接下來 還會有所謂的延授案 相關的標案 而這個標案還沒有提前曝光 他卻把裡頭需求 項目內容跟資料 直接說我現在不能給你們 因為這個是保密協定 但我會找時間在外面給你看 把這些資訊 提前給洩漏給所謂的直顧問 甚至在右邊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還是說我會單獨跟你約見面 大家不用太急 我們兩個禮拜就會約見面 並且把一些案情都直接講 而這些內容 真正重點在於說 他要求說 包括提供一些員工的證明 員工的同意書 因為他們要自仇團隊 而這些內容 通通都有經過黃曙光 因為這一切都是要向黃曙光報告 包括柳思維自己也有講 他說現在我們的high level 他其實在韓文的翻譯裡面 聽得清清楚楚 韓文的翻譯就講 high level就是黃總長 包括說對於接下來 他說LWP也是嚴獸案 還有IDS潛進國造案 要怎麼切割 以及未來的預算 要怎麼撥給這些 SI也就是持程號這個場 這個韓企的顧問 通通在裡面講的一清二楚 包括到後來講到說 整個持程號泄密之後 韓國的國情院也介入調查 而這個時間點 是早於錄音檔外洩的時間點 所以整起案件 他裡面說對於 持程號泄密這件事情 包括誰也知道 黃曙光也清清楚楚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講到說這一段是什麼 這一段是柳思維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海長長廠長 把詳細的時間地點 以及後續的合約內容 通通提前跟這個韓籍的顧問 也就是持程號去敘述這段內容 所以真正的重點在於什麼 真正的重點在於說 郭喜也好柳思維也好 在全文裡面都有提及到一個重點 整個潛艦國造的任務 到他的規劃 都必須要向黃曙光同意 黃曙光也全程知情 甚至是配合相關的作法 然後進行提供一些 比如說對於SI不利的一些情資跟整收 所以這一段話 柳思維的背後是黃曙光撐著 這個不是我們講的 這是誰講的 這是在錄音檔內容裡面 郭喜自己清清楚楚講到 包括錄音檔裡面 到後段11月的時候 還可以聽到一些關鍵的對話 就是對於黃曙光 個人的一些機密行程 甚至個人的一些私人的行程 通通郭喜掌握的一清二楚 而且時時刻刻在交換諮詢 即便在整個洩密案已經爆發之後 這個洩密案是在2020年11月的洩密案 那個時候是有辭成號 把相關的錄音檔到處亂丟 甚至是讓韓國的國情院 去調查他們自己的人 他為了什麼 為了是要把SI這間公司給趕走 讓自己可以跟郭喜 獨吞掉潛艦國照的大筆 但是這些內容裡面 講到一個關鍵 郭喜說什麼 說主要柳常長根本不重要 柳常長所有的決定 都要有黃總長背書 他的講是這個採廠廠潛艦國照裡面的內容 所以看他說是因為有黃曙光作證 他說包括未來黃曙光的規劃 跟柳思偉之間關係 在裡面闡述的清清楚楚 而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包括他還提到說 你看黃總長交給柳常長開技術會 也就是說包括黃曙光 柳思偉以及池塵浩 我們提到的其實都有多次 曾經共同開會的一個紀錄 所以說來我們接下來看下去 他其中還有一個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他還包括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的時間 我們剛才講到的案件 他還把整個潛艦國照 提前把這項相關裡面設計的一些機密 跟這個也就是辭成號 告訴他說我們台灣的潛艦 使用的是哪一些部分 哪一些來自哪一個國家的裝備等等 所以這是包括項目到時間 以及整個清清楚楚完整的爬梳 都在沒有合約 也沒有保密協定 甚至是沒有達到任何的公開資訊 公開招標這些過程 流程狀況之下 就把我們國家海坤號 顯見機密 告訴了這個非中華民國國籍 韓國籍的顧問 這是以上內容 謝謝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妻 ganskaง心 我們把詞亂 都在穿過 蹴下 甚至